第二个 门 门巷与屋巷 我们风水里面有四个巷 风水里面有四个巷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四个巷 第一个门巷 第二个屋巷 第三个桌巷 第四个床巷 这四大巷 所以你就看到 安桌 你的书桌怎么摆 你的床怎么摆 那来讲 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这四个巷来讲是风水里的四大巷 通常他们在讲座巷的时候 不离开这四个 那来讲 各位门巷跟屋巷 他是最重要的 玉儿小小你好 门巷跟屋巷是最重要的 那门巷跟屋巷 各位在以前 现在你很少看到 你现在很少看到 但是在以前 你很容易看到 就是他的门 他给你开这样 他给你开斜了 他变开斜了 所以你可能要这样进来 那这边有一个 给你开斜 那开斜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开 他为什么要这样开 开斜的 他要这样开 说是为了要合命主的命 那通常会这样开 通常所采用的是纳婴 纳婴 那纳婴呢 他会这样开 纳婴是要干嘛的 你以为旺财 旺旺旺旺旺旺吗 他只是一个 他只能够旺什么 他是纳福气 他只能达到纳福气 顶多就是身体健康而已 他顶多达到这一种情况 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你的门 你的门向是这样 可是你的乌向是这样 事事就达到 门 跟你的乌 他是不平衡的状态 也就是说 应该照道理讲 正常的门 这样子 从这边 正常的门在这里 或者是说 你说你开这里也是一样啊 就是门向跟乌向 他都是属于一种平行的向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看到这边 门向 他是斜的 乌向 所以他没有平衡的现象 通常他的这个夹角 我们把乌向带过来 他这个夹角 只要一超过15度以上 那这个房子就很糟糕 超过15度以上 这个房子就会产生不良的状况 那这一种的 通常用的就是 所谓的纳音 结果把你的房门往后退 变成是这一种斜角线 所以一般这一种的 我们就叫做开斜门 开斜门 斜门斜事多 会很怪 开斜门斜事多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开斜门的时候 你的纳气会很乱 例如像这样子 他的气可以怎么进来 他可以这样进来 他可以这样子进来 他可以这样子进来 可是你假如是开正门 他就这样子进来 因为他就把他固定在那边 他只能够这样子 但是你开斜门 你的寿面 会变多 你的寿面会变多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的气场就会非常混乱 你住在一个气场很混乱的一个地方 你人的身体反而会出大问题 通常开斜门 他会以命主的生肖来做纳因 可是各位 现在的生活里面 一家之主是谁 现在的一家之主是谁 一定是男主人吗 在古代很简单 一定是男主人 但是在现在 一定是男主人吗 不见得 还有第二个问题 好 就算他是男主人当家 当男主人 就像我爸爸一样 他退了 他现在七十 那来讲 我是他儿子 我们两个住在一起 现在男主人又是谁 这也是一个问题 还是他吗 还是我 所以一定会遇到这一种情况 所以 现在的居家 先听好 居家 绝对不能开这一种斜门 了不了解 就是你的坐向 跟你的门 是不平行的 这种情况 这一种的就叫做开斜门 门向与屋向 没有平行 他就叫开斜门 好 那开斜门 各位 这是居家最不喜欢的 像有一次 我去帮人家看宅 他就买了一个双并的房子 这边门开在这里 这边门开在这里 马路 他就叫我去看宅 张海星 结果 我在这边量 跟在里面量 完全不一样的坐向 完完全全不一样 那时候设计师 设计师整个人傻眼 因为他这一间房子是他设计的 他把这一边用成斜门 是他设计的 那各位 他的门向是这样 可是他的坐向是这样 他是不是就产生了 屋向跟门向不平行 所以开斜门的状态 所以这两个点一两 完全不一样的坐向 设计师整个人傻眼 因为里面没有任何东西 这个还 就是只是连隔间都没有 就空荡荡的 但是他就已经出现了 甚至在这一边量 这三个点量都不一样 这个设计师就整个傻眼 怎么会这样 各位兄弟 他就说怎么会这样 我就说 因为你开了斜门以后 他的进气 他可以这样子进来 这样子进来 这样子进来 可是他隔壁间 他只能够直直的进来 所以你这一种乱七八糟的气场 他就会在里面打架 所以他在里面打架的时候 你的罗盘他是赶气的 他自然而然在这边量是一个方向 在另外一边量 他就会是另外一个方向 所以各位 这就是开斜门的一种情况 那时候还没搬进去 可是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边是左青龙右白虎 你看青龙方还是马路 马路就是会对南方会有不利 又开斜门 所以这一家虽然是女屋主来叫我去看宅 可是他们家的状况 他家的儿子大儿子是坐轮椅的 他的儿子是坐轮椅的 然后他们 他的孩子就读中山大学 所以他们全家并没有住家里 就是要照顾他儿子 所以就是全家都搬到那个宿舍去照顾他孩子 所以就是邪氏一堆 这还没住进来 但是就已经有这种像 所以我常常讲说 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 所以各位 你是住家 你绝对不能这样做 但是各位 这假如是商家就完全颠倒 为什么商家完全颠倒 因为商家他要气的活络 他气不能进 他要活起来 他要让里面的气越活越好 因为这样子他的流克率才会大 你也不会在商家里面睡觉 你都在里面工作 所以你商家不是让你休息的地方 所以商家反而遇到这一种的是可以的 所以你去看很多超商 他就给你坐在哪里 超商他给你坐在十字路口旁边 然后他就给你开个邪门 开什么门都有 可是你会觉得 奇怪 他业绩还不错 原因是因为商家他是要旺财的 了不了解 商家是要来旺财 他纳的气 四方来最好 可是住家 你是要在住家里面干嘛 你是要睡觉的 你是要休息的 难道你回家你还要在那边开趴币 又又又又又又 神话来陪我跳跳跳跳跳 吴伟雄陪我一起嗨 你回家会这样 你回家都累死了 要睡觉了 还嗨 嗨个头 对不对 所以居家是怎样 居家他是用来休息 居家是用来休息的 所以居家的气要闻 商家的气要动 不一样 各位 商家的气要动 居家的气要 所以商家跟居家的风水 在本质上不太一样 所以你不能够拿商家的风水看居家 也不能用居家的风水看商家 像有一次我们去看 当一个人看 他是做那个餐厅的 然后他的业绩其实不是很好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 我说你这个是居家的风水 你这不是商家的风水 你这样子不会赚钱 那时候我师弟跟我一起去 他说你还认为这是居家 我还以为这边是仓库 他说的仓库 他的内部装潢很漂亮 他说的仓库就只是纯粹摆东西而已 连居家都算不上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居家跟商家的风水是不一样 不能同一而论 了不了解 不能同一而论 所以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商家开喜业门就行 为什么住家就不行 所以你不能够同一而论 很多人会混在一起 他根本搞不清楚 了不了解 他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所以你要区分清楚 商家跟住家 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为什么CLEVEN 让你远远的就可以看进去 哇 我看到我要吃乖乖 吴尾熊看到 哇 我的尤加利 他就冲 他就要冲过去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商家嘛 当然我要看到我要的 但是你住家 吴尾熊脱光光在洗澡 各位 那种住家你敢住啊 哈哈哈哈 这种住家你敢住啊 所以 商家跟住家 各位 很多状况是颠倒的 你不能够同一而论 没有 男士会降温 男士 你要知道说 其实 要看他所开的 面 他开个面馆 我们一般来说 以面馆来讲的话 最风水里面 最保险的颜色是白色 最保险的颜色是白色 然后你假如是用蓝色会降温 蓝色会给人家觉得比较凉 所以夏天还ok 但是冬天会很冷 那红色会给人家热 所以夏天很热 冬天会很温暖 因为我以前的房间我就是用紫色 粉纸 结果下去 哇靠 那冬天的那个 我爸妈全部都跑过来 因为很温暖 可是到夏天的时候 跟火炉一样 所以他假如是一个面馆来讲的话 一般不会建议用这一种 骑行怪状的颜色 了不了解 我们一般不会建议用骑行怪状的颜色 一般我们都会用 以乳白色为主要的色调 以主要的色调 这个来讲 各位 你知道最容易出车祸的车子是什么颜色吗 假设是有黑色 白色 黄色 红色 最容易出车祸的是什么颜色的车 最不容易出车祸的是黑色 黑色最不容易出车祸 因为黑色 黑色 他会让人家看起来很近 也就是说 都同样离你三公尺 可是你看起来会像离你两公尺 所以你会很早早的就赶快转 黑色会让人家看起来近 白色维持正常 像黄色 红色 蓝色 这一种的 这一种的色系 都会让人家偏远的感觉 你的车子可能是两公尺 可是看起来像三公尺 碰就上去了 金子兰 黑色 你好 所以颜色也有这种特质 会让你的视线的距离 他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你不要以为你看的就是那样 他就会让你看起来比较近 看起来比较远